我们再借用大家双手再给我们袁教授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朋友们大家好 能有机会到台中来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 我也感到很荣幸 这次我不久前刚去拜访了另外一个受到中共残酷迫害的民族的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 参观了西藏人流亡的社区 跟达赖喇嘛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也会见了许许多多的翻越喜马拉雅雪山流亡在外的西藏的朋友 那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应郑南荣基金会的邀请 在4月7号台湾的圣徒郑南荣的祭日来做一个演讲 今天本来啊 今天就是要回到澳大利亚去 我正准备呢 写关于台湾自由命运的三部曲的第二本书 叫做台湾大国策 所以今天来这演讲是比较匆忙的 没有进行什么准备 但是呢我很愿意啊 和热爱自由的台湾人啊 共同的探讨保卫自由的话题 我想当代这个世界上啊 或者说我预见当代这个世界上将有两手啊 英雄的史诗 我常说有的人说现在是一个 有很多人讲啊 现在这个时代是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的时代 是一个人们只能听懂金钱的召唤的时代 但是我预言啊 当代也将成为一个 当代也会成为一个英雄史诗的时代 第一首英雄史诗是由藏人谱写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 有好多次民族大迁积 但是像藏人这样 为了自己心灵的自由 为了追求一种宗教信仰 为了保持自己的 传统的文化 不被一个铁血强权所灭绝 而越过喜马拉雅雪山 开始他们流亡的里程 这样一种民族大迁移 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而且这一首史诗啊 这一首用藏人的血和泪谱写的史诗 现在仍然在进行 那么我预言啊 另外一首史诗 现在还没有开始谱写 但它必将开始 那就是台湾人 保卫自己自由的史诗 这首英雄史诗 不是台湾人自己要去做英雄 而是一个铁血强权 在逼迫台湾人 必须在一个极其冷酷的问题面前 做出回答 那就是 你是要做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 还是要做自由人 在这样一个冷酷问题的逼迫面前 台湾人将做出怎样的回答 如果台湾人要做自由人 那么你们就将开始谱写另一首 当代人类的英雄史诗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中共这个铁血强权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 对台湾如此紧迫的一种危机 一种威胁 对台湾自由的威胁 这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想想二十多年前啊 八九年六四之后 六四血案之后 中共暴政几乎受到了全人类的 通缺 中共暴政的统治基础 它的道德基础在那一刻啊 已经突然间彻底崩溃了 而由它引发的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 政治大危机 导致了苏东的巨变 苏联那样一个庞大的共产帝国 转瞬之间就烟消云散 苏东地区的人民终于获得了自由 可是中共暴政 为什么经过二十多年以后 不仅没有崩溃 反而成了 构成了对整个人类的一个致命的政治威胁 这是为什么 我想 主要是人类的贪欲 养肥了这个极权 专制政治 八九年六四之后 整个世界都在制裁中国 但是首先啊 是我们台湾的商人 把大量的资金注入到中国 当时整个中国吸引外资的一半以上 是来自台湾 接着就是日本 把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 然后 整个世界都开始啊 被物语所吸引 资金 更大量的资金 随着就涌入了中国 那么是什么 吸引了这些人呢 无非是一个爆发的愿望 这种爆发是在中国怎样实现的呢 它是以两种啊 泯灭良知的方式实现的 一个就是 在中国有三亿多 奴工般的劳动群体 叫做农民工 他们每天的平均工资 不足1.5美元 二十多年来啊 对这些三亿多农民工的 学汉劳动的剥夺 构成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 经济奇迹的基础 而许许多多的商人们 不顾这种泯灭人的 基本良知的经济发展方式 把自己的大量的资金啊 甚至把自己的商业命运 都完全投入到这种 缺乏良知的经济发展模式中 中共经济能倒发的 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 对自然资源的 和自然环境的 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中国广阔的土地上 生态环境 在相当的程度上 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一 一条干净的河流 没有一个干净的湖泊 北方草原的沙漠化 已经不可逆转 就是这样的一种 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 生态环境的 生存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 给商人们提供了 所谓的爆发的商机 那么我断言 这样一种建立在 对人的三亿农民工的 奴工般的劳动的 剥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样一种威胁到 整个人类自然生存环境的 经济发展模式 它是不可能持久的 它就要对中共暴政 这个政权发出天钱 但是在此之前 恰是人类的贪欲 养肥了这个中共暴政 现在在中国 腐败的权力 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 结成了一个铁血同盟 共同维护一个 极权专制的统治